各位宝宝们好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聪明的兔妈妈 宝宝睡前启蒙小故事 各位宝宝们好 又是到听故事的时间啦 你们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好了吗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聪明的兔妈妈 兔妈妈到地壳取萝卜 被大灰狼抓住了 兔妈妈集中生智 对狼说村里有很多大肥羊 大灰狼信了 于是兔妈妈侥幸逃过了一劫 大灰狼没有找到羊 又抓到了兔妈妈 要他把四只小兔带来 兔妈妈 兔妈妈回家安排好小兔们 就去找大灰狼了 小兔妈妈 在狼眼前飞跑 兔妈妈 兔妈妈说 小兔们 叼的是狼尾巴 狼被吓得 一溜烟 逃跑了 这就是关于 聪明的兔妈妈 的故事 那宝宝们 我们再来听 下一个故事 这故事 是关于 小狗学吃饭 小狗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 可他还是每天要 妈妈喂饭 一天 小狗因为不会自己吃饭 在幼儿园被大家取笑了 一回到家 小狗就不让妈妈喂饭了 他要学习自己吃饭 小狗拿着勺子 在碗里晃悠 半天都摇不起饭来 饭都撒了一桌子 妈妈要喂他 他坚决不肯 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终于 小狗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 学会了自己吃饭 这就是关于小狗学吃饭的故事 宝宝们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啦 希望宝宝们会喜欢 下次再说其他故事给你们听哦 现在你们要乖乖上床睡觉了 那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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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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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